为了帮助父母照顾教导孩子 鼓励年轻族群来生意小孩 教育部不但高额补助 幼儿的教育费用 更鼓励公司立企业机构 设立职场互助教保服务中心 而花联邮局是执行全国之先 在人理邮局教保中心的成立之后 顺利也取得了执照 并且在9月份顺利招生开学 优职完善的诱保教育环境 也让职员专心的工作没有后顾之忧 而花联邮局也创全国之先 设立了职场互助的诱保中心 配合教育部推动的职场互助教保服务中心政策 花联邮局把人理邮局后方显示空间重新整理 并且在海星中学专业诱保经验建议之下 建置了一处宽敞舒适又安全的幼儿园所 这也是率全国之先完成的第一座 邮局职场互助教保服务中心 教保中心的案子是我们政府的一个政策 那因为少子化非常的严重 政府为了鼓励 这个多生一些小朋友 所以他在教保这一块 他就在各地包括我们中华邮政的部分 请我们看看有没有结余的一个空间来做这一块 那整个费用都是由教育部的国教所来指引 我们只是提供这个场地 我们是在8月取得使用执照之后 我们才陆续开班 那我们预估的名额是在60位 那目前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53位 那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在地的 我们这些小朋友家长 如果有这个需求 赶快来找我们报名 花林邮局经理图志平表示 要做就要做好 幼儿是国家主人翁 唯有让幼儿有安全理想周延的托育教育环境 同仁们才可以安心工作 没有后顾之忧 人理邮局职场互助教保中心开班之后 不只邮局同仁受惠 有多余的名额也开放给社区民众来申请 这也达到了邮局敦清牧林的企业回馈形象 这里会幻视报导